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梁 今天呢 我餐店来KID 因为我通常看到Facebook很多人 会在那边分享一些 呃 怎样做这个套 呃 怎样做得到 怎样做这套菜 我都不会去看的 可是呢 因为风格哦 太闲了 半夜又没有新做 又不想这样找 所以叻 我就是在Facebook看到一个 教你怎样炸薯条 然后分分钟都比Madonna好吃 所以我想试看一下 所以我现在准备了三粒 这个 呃 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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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叫番薯吗 马铃 哈哈 啊不不 Potato 马铃薯 嗯 所以叻 话不要讲那么多 现在我要开始做我的薯条 还有叻 最近的影片叻 都是在家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拍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跟我讲 我在家都也可以拍什么东西嘛 你看 我现在落魄到那边 人家炸薯条叻 真的 OK 我现在我要去看那个说明书 到底是怎样炸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Facebook的那个贴纸已经拉掉了 现在我找不回了 我现在很慌张 我是可以靠我的一些记忆力 然后来处理这些番 这些 马铃薯 OK 我真的是番薯 OK OK 刚才Facebook我找不回了 我现在有去Youtube找回一遍了 所以叻 我现在开始做番薯 番薯 呃 黄 黄 我要取一个名字叫什么 小梁 梁式薯条 还是 我取一个名字 OK 现在我要去处理我的 凉 凉剂薯条 OK 番薯 番薯 OK 现在第一个步骤 把这三粒马铃薯吸干净 当你吸好的时候 你只要开始做什么 这样做什么 这样做什么 小皮 我先看我的 小米子 我先拿下 OK 我刚才突然想到 因为我要挣这个马铃薯 比较那个淀粉 去掉它的淀粉 咦 我要挣这个马铃薯 去掉它的淀粉 是要让这个马铃薯更好吃 更脆外脆内软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我要先煮滚那个水 呃 我们要烫熟 要烫马铃薯 就是为了要烫熟这个马铃薯 OK OK啦 我已经先玩这个马铃薯了 然后现在我要 切马铃薯啦 我切给你看 因为我们切哦 不会切太薄 因为我们要做马铃薯 尽量不要太薄 然后大概切这样子啦 然后等下你就切条状 这样子咯 你这样切不甜咧 煮到来变早餐了咧 不要玩啦 兄弟 OK OK 来 我尽量快一点 OK 你来看 我已经把他们切成条状了 然后接下来叻 接下来要倒进去这个 熟的水 OK 现在你们看 这个滚滚的水 看 看住 不要眨眼 OK 你看我一下去 它是不是变不滚了 它不滚是正常的 因为有东西下去了嘛 然后叻 要等到几次才好叻 就是要等它水滚的时候 重新再沸腾的时候 哦 滚了来看 OK 快点 来看 现在它已经重新滚过了 第二流了 所以我要快点把它冻 然后现在我要把它滤出来 可以把它摔干了 就放进一个碗先 我开始要炸它了 不用不用不用洗 直接抹干净 它是干净的水 诶 拿一张就好这个 烧啊 OK 现在我要开始炸它了 那所以要炸就是要倒油 可以吗 海油再多啊 海油的 炸的 哇 你给我妈骂了 很重大我都可以讲 你这是不够的啊 我给我妈骂了 那个还可以再用 就是你用完了 你还可以再倒回去 不用不用不用 是这样倒啊 可以你小心一点 静静倒 现在的这个油味 我要等到它半热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炸它了 怎样测试它是不是半热 你就可以把其中一条薯条拿下去 这样放下去炸 等它出现了气泡过后 就代表是可以炸了 OK 现在我来试一下 到底它热不热了 我以为有气泡啊 有了 来 来 有气泡了 诶不是 有气泡了 可以开始关小火一点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就直接整个倒下去 你最好是慢慢咯 OK 我就开始慢慢的 用手 其实是很烫一下 用手 有点烫 哦 那你不想办法 快点快点快点咯 你要快你不要一半 稍微 OK 你就来我救你我救你 喂 这个情况下它是不会直接到外面已经有点焦焦这样 其实它现在这个状况都不会 因为薯条其实是要炸 两次 两次 对 所以就是现在一次只是为了给它熟透 里面给它变软 第二次才是炸出它外面的脆 OK 你们看 现在已经是金黄色的状态了 现在炸的第一轮已经是OK了 所以我要关火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OK 现在已经把薯条拉上来了 然后我们要等它一个15分钟这样 给它的油吸收掉先 然后我们再下多一轮 现在15分钟过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翻炸这个薯条 因为这个薯条里面现在是软软的 所以我翻炸的话它会变得更脆 更脆 怎样才要开始炸呢 我们要看油 油要到190度 怎样确认它是不是190度 你就把它手放上去 这样吃就跟第一次一样 OK 很明显 还没有190度 有一点来咯 我来看 OK 我现在可以开始全部下了 我觉得你给那个油再热一点 可是这个薯条你快点就拉上来 不然呢 你哦然后你再放 怎么远离 OK OK它真的已经脆掉了 快点快点 全部下完 现在很慌张 快点 等一下我怕你还在一起这样 很实话 下手你们看过吗 哇很劲力哦 能拿下咧 你先拿这样子 移动来把它录 快点来你把它录 这边这边 我去炸它 现在我们就要用它最快速的炸法来去炸它 炸了我马上就要起锅哦 因为不可以炸太久 炸太久的话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看刚刚是黄色的嘛 浅黄嘛 现在你看到吗 这个有蒸蒸薯条的一点酱 对 对吧 来看一下油吗 以为我的镜头面好当啊 起锅 起锅 它这个颜色啊 这个才是脆脆的外面 每天呜 下来油 要摇一下 摇一下 等一下 要什么一下 诶 这谁啊 加山骨上撒盐 啊 那个手要这样 对 OK 现在认真一点撒盐 冷静 哇 这个认真撒盐啊 你们自己看 拍了这样多集煮的 还是不可以 你们自己看啊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我们现在去试试这个 鸟 凉鸡薯条 OK 现在我的凉鸡薯条 已经出来了 当我吃了薯条的时候咧 我不可能这么单被我吃 我一定要 配 一定要配一副扑克盘 一个 连锁的 知名的 素食店的辣椒 OK 我们来看看 哇 黄金帐 先不要吃那凉鸡先 出来看一下 有酸鸡 漂亮 好吃啊 看你吃的比较好吃 因为这是你自己煮的啊 里面太黏了 我超喜欢自动骨头 可以接受啊 可以接受 没有里面太黏了 可是我超喜欢自动骨头 可是我不喜欢啊 你自己煮的 很冷 薯条的精华就是里面软软 你没有里面有点 没有 有些人是喜欢吃里面是空心的 我觉得那个是油炸很久的 还会空心的 那种空心的 那种很爽的 走在那个步骤 去拿大厨 来 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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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做这种吃的东西啊 我接着讲 一做哦 他们两个就在旁边吃 哈哈哈 他们都很重点 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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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我已经教你们怎样做了啊 小孩子 不要自己去动那些油啊 那些 很危险 你们有看到吗 在你试试 190度的时候 你要把手放下去了 所以你们 尽量 小孩子的话 有家长的陪伴啦 OK 我的影片在那边 所以 你们 下次来希望我煮什么 你们可以在上面留言啦 OK 希望这个影片不会中黄标啦 大大力了 叹 这个是steady gang的 你不是steady gang吗 来来 给我上去啦 我有点赛 放心 你上完了啊 没有啊 三对一到我啊 你现在给大大大大出来 第一个门 哇 第一对 大大大手手手手手 准备 赢了